第五十九集 摩托车的杀手并不死心 右脚垫在地上 想提起整个摩托车车头 可惜他忘记了 摩托车上不只有他一个人 后面还坐着一个同伴 他刚提起车头 那同伴豁然一惊 差点掉下车子 好在他反应及时 双脚立即下地 想配合同伴掉转车头 蓝波基尼上的林景洪 当然不会让两个人如意 噓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打开一车门 飞身扑向两个杀手 动作迅急 一气呵成 简直无懈可击 哼的一声轻响 三个人同时倒地 那个持枪杀手手中的手枪 也被林景洪扑了出去 掉在一米开外 此时林景洪绷紧的神经 才稍稍松懈了下来 他借两个杀手的右手 各自摸向腰间 深怕两个人身上还带着其他枪支 忙吐气开声 轻贺一声 双手迅急地 探向两个杀手的右手手腕 两个杀手看得林景洪双手 向自己右手手腕擒来 两个人的脸上 竟然露出了一次得意的宁笑 好像他们正期待着林景洪这么做事 林景洪微微一愣 两声轻得不能再轻地 风声响起 两道杀气向自己的下辐射来 脚 他暗呼一声 整个人如弹簧一般 毫无征兆地蹦起来 堪堪躲过两个杀手的一技杀招 只见两个杀手的右脚脚尖 插着一把蓝汪汪的小刀 从林景洪的下腹前扫过 林景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按道幸好自己见机行事得快 好专业的杀手 可惜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谁又能想到 一个人几乎已经趴在了地上 还能硬生生地弹起 就好像僵尸一样 没多长时间 自己就接连遇险 差点弄丢小命 林景洪怒从心情恶想半边生 唰的一声 他不等两个杀手收脚起身 左脚点地为支撑 右脚一旋 劈向两个专业杀手的右脚 咔嚓 两声几乎同时响起 两个杀手同时发出了一声惨叫 林景洪没有半点心思手软 废了两个杀手的右脚不算 他迅急冲到两杀手的身旁 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过 以非常专业的手法将两个杀手四肢的关节全卸掉 甚至将他们的下巴也卸了 免得他们服毒自杀 两个杀手虽然专业 但比起林景洪来 就好像博士生跟幼稚园的小朋友的区别 林景洪将那把手枪踢到两个杀手身边 又检查了一下他俩杀手嘴里 发现并没有毒药什么的 他不禁哑人一笑 自己好像紧张过头了 搞得这两个人好像是某恐怖组织出身似的 他将两个人的下巴又合上 有一点令林景洪佩服的是 这么一阵噼里啪啦的血关节之后 这两个杀手竟然还没有腾昏过去 还精神奕奕地看着自己 搞定了吗 见外面没有了声响 一直很乖乖地趴着的吴远远探出头来问道 他的脸上还有些白色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他 还没有从刚才的枪声中脱离出来 林景洪向他投去了一个安慰的眼神 然后转向地上的两颗杀手 冷声问道 是谁派你们来的 没人回答 两颗高傲的头颅 两张猙獰的面孔死盯着林景洪 好像林景洪是他们的杀父仇人似的 再问一遍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我不介意用我在特种部队中学来的逼供手段用在你们身上 我很久没有实现过了 林景洪缓缓地闭上眼 冷森森地倒 两颗高傲的头颅 双眼闪过一丝恐惧 突然警笛声大作 两个杀手顿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眼中的恐惧 刹那间被洗衣所代替 林景洪微微一愣 没有想到警察来得这么及时 他蹲下来 玩味地看着两个杀手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有勇气向我开枪 就要有勇气承担后果 请你们准备把牢底坐穿吧 不 是请他把牢底坐穿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 没有一丝感情 两个杀手身体微微一颤 张了张口 看着林景洪身后 备手而立的高傲身影 最终什么也没说 林景洪 吴正强和吴媛媛三人 从省城公安局出来 在门口看见梁军一人站得笔直 正等自己出来 林景洪颇有些意外 没想到梁军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 还连夜赶来等在这 林景洪向吴正强父女俩 先招呼了一声 让他们先上了车 自己拉着梁军走到一边 你是怎么知道的 卡都俱乐部的老板是我的朋友 我刚刚回到家就接到他的电话 说卡都俱乐部门口 不远处发生了枪战 好像是我的朋友 梁军老实地交代着 等我赶到卡都俱乐部时 你们已经去了公安局 我问过卡都俱乐部的保安和目击者 听他们说是一辆黄色的蓝布基尼 我才知道是首长你们 林景洪点头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好了 先回去睡觉吧 首长 公安局的人怎么说 梁军就此要回去睡觉的意思 问道 暂时没有说法 恐怕要等到明天才能知道 林景洪随意地道 没有说法就是最大的说法 当街开枪攻击一个县委书记 就地格杀都嫌死得慢 现在却没有说法 梁军也不知道 林景洪口中的没有说法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了 先回去吧 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林景洪再次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今晚会有人失眠的 但不是我也不是你 首长 要不要去我那里 梁军还想说什么 但被林景洪挥手打断了 在林景洪的注视下 他只能乖乖地上车 启动车子 缓缓地离开省城公安局 林景洪也反身上了吴正强的专车 那辆黄色的兰博基尼 已经被民警拖走了 说是要取证 取完证再拖去维修 恐怕得好几天才能拿回来 开车的是吴正强的专职司机 吴正强父女俩坐在后排 而林景洪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他的脑中正在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 梁军的车上竟然有两个人 林景洪相信自己的眼神 坐在梁军车后排的绝对是个女人 而且不是他的女朋友陈倩 夜深了 梁军又是出来打探自己的消息的 为什么还带了个女人 如果带这个人出来 是为了方便行事 比如方便进入省城公安局什么的 为什么不和自己提起呢 难道其中还有什么不可对人言的地方吗 你在想什么呀 坐在后排的吴正强 见林景洪上车之后 一直不言不语的闭目沉思 有些奇怪的问道 是不是跟今晚袭击的事情有关呢 林景洪点头 吴书记有什么指示吗 指示谈不上 不过有一点 今晚出迷下手的 一个也不能放 吴正强临领的道 他很生气 竟然有人竟然在省城开枪 袭击县委书记 差点令自己的女儿受伤 吴书记放心 我一定会讨回个公道的 哪怕将省城犯了个底朝天 也在所不惜 林景洪眯着眼睛 面无表情的道 他不是向吴正强保证什么 也没有必要向吴正强保证 他刚说着 突然兜里的手机铃声响起 拿出来一看 愣了愣 竟是今晚刚认识的冯天林打来的 这多少有点意外 他按下接听键 冯大哥 这么晚了 还没睡啊 林兄弟 听说你遭人暗算 怎么样 没事吧 电话那头传来冯天林的声音 听着有些交集 跟刚刚分别不久的那个 说话问问尔雅的冯天林 有些不同 林兄弟 在省城我还能说得上几句话 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 那就多谢冯大哥了 不过暂时也没有什么事情 反正冯大哥的手机号码在我手上 你想逃也逃不了了 林景洪哈哈笑道 电话那头也传来冯天林的哈哈笑声 两个人聊了几句挂断电话 林景洪拿着电话发了一会儿呆 自己受吸也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弄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似的 省城真小啊 他还没有感叹完呢 那边沈元又来了电话 他也听说林景洪被袭击的事情了 担心得很 特地的打电话过来问 林景洪在电话中安慰了他几句之后 挂断电话 车后排 吴远远正在向他父亲 介绍林景洪口中的冯大哥是谁 听了自己女儿的介绍 吴正强满脸惊讶地看着前排的林景洪 他与冯天林有过几面之缘 当然也知道冯天林的背景 他没有想到冯天林竟然会自动跑出来 想结识林景洪 在吴正强的意识中 冯天林是一个高傲到骨子里的人物 吴正强感叹道 这世界还是自己所认识的世界吗 省城金森高档小区B1座 一栋很有情调的别墅 一楼客厅中灯火通明 陈上虎 林雨明 还有一个二十刚出头的 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 他就是乡省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金坤的最小的儿子金毅 客厅中还有三个清纯的一塌糊涂的女孩子 一男玉女搭配正在打情骂俏 虎客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金毅不高兴地问道 林雨明安慰道 金少放心 他们怎么会有事呢 又不是去杀人 只不过探听点消息而已嘛 三个人中 金毅最小 也最胆小 只知道吃喝玩乐 是个典型的 纯固子弟 如果不是他身后 有个省委常委的老爸 林雨明连看他一眼都不愿意 现在却要堆着满脸的笑容 和一个顽固子弟吃喝玩乐 林雨明不得不感叹这世界的不公平 陈上虎看着林雨明和金毅两人 挥手示意让三个少女出去 金毅显然很不乐意 他狠狠地在那名少女高耸的胸前捏了一把 然后将手放在前面闻着 隐隐地叫道 好香啊 陈上虎见状 微微摇了一下头 不过并没有多说 等女孩子们都出去之后 金毅 你叫的那两个人到底可不可靠 我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虎哥 能有什么问题啊 他们两个都是青帮的 敢糊弄我吗 他们青帮不想活了 金毅满不在乎的道 估计啊 这两个小子没心没肺的 说不定已经做完事情后 回去逍遥了 陈上虎皱眉不已 金毅 你知道他们是去干什么吗 是查探冯天林和林景洪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消息 有什么消息也应该先回来告诉我们呢 陈上虎隐隐感觉有些不安 按理说去探听个消息根本不用这么久的时间 其实按照陈上虎他的意思 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探听冯天林和林景洪之间的事情 可林宇明非要这么做不可 他也隐音的有些明白 林宇明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要跟自己一争长短 以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刺耳的铃声打断了陈上虎和林宇明两个人的思考 以及金毅的瞌睡 金毅虽然最年轻 但长期的在女人身上超复合的运作 逃空了他的身体 使得他像是一个隐君子 一离开女人就有气无力瞌睡连连 他不满地看了一眼 正在掏手机的陈上虎之后 继续低头打着瞌睡 喂 什么事 陈上虎沉声问道 他的心越来越不安 这种不安在他心里急速地扩散 冲向全身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这是他人生上第一次脸色发白 虎 虎哥 他事不好了 那两个家伙竟然开着一辆摩托车 拿着手枪去刺杀林锦弘 已经被林锦弘支身一人 制住送往的省城官局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 将卡都俱乐部门口发生的枪击案 哆哆嗦嗦地说了一遍 陈上虎听完 额前一条黑线直冲眉心 两颗痘大的冷汗从脑门中涌出 公然袭击县委书记 这他妈到底算是怎么回事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他啪的一声挂掉电话 跨出一步 一把抓住那昏昏欲睡的金翼的衣机 阴森森地问 你最好将事情给我交代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然没有人愿意跟你金家一起陪葬 听到一起陪葬四个字 以及看到陈上虎那要活活世人的眼光 金翼打了一个冷颤 瞌睡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忐忑地问道 虎哥 你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看得金翼那怂样 陈上虎气就不打一处来 很想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你跟我说 你让那两个人去卡都俱乐部 到底是为了探消息 还是去为了杀人 杀人 去杀谁啊 金翼好像很害怕身体发颤 舌头打结 虎哥 你你看我这样 是想指使人家去杀人的人吗 这怎么可能吗 既然不是你吩咐的 你那两个他妈的家伙 跑去刺杀林景洪干嘛 他们的脑袋被屎塞了吗 看着金翼的眼神 确实不像是会指使别人去杀人的祸 但陈上虎还是严重怀疑金翼 在道上混了这么久 又是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子 陈上虎自然知道 有些人不能看外表的道理 刺杀林景洪 天哪 金翼文言发出了一声惊呼 捂着嘴 整个人软绵绵的 差点瘫倒在地上 幸好有陈上虎给他提着 他可怜兮兮的望着陈上虎 战战兢兢的道 虎哥 你别吓唬我 刺杀一个县委书记是死路 我怎么可能这么 不 虎哥 你一定要救我 无论如何要救我 我不想死 他一下子语无伦次 乱七八糟地抱着陈上虎求饶着 不止金翼 就连翼旁的林雨明听到这个消息 也大吃一惊急声道 虎哥 现在怎么办 赶快想办法将两个人杀人灭口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他们是我们派过去的人 如果被人知道 就一切全完了 杀人灭口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陈上虎早就在听到电话之后 立刻命人去做这事了 陈上虎知道 如果自己这么做 郑重林景洪的下怀 估摸着林景洪拍着手 欢迎自己主动出现在他的眼前吧 他不知道 一向稳重的林雨明 怎么会想出这么笨的主意来 完全不像平日的他 陈上虎拍头 见林雨明正在一脸焦急地 等待着自己的回答 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情绪 陈上虎暗自叹了一口气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林雨明脸微微一红 灯火通明的客厅中 陷入了一片沉寂中 各自在思考着对策 以及思考到底是谁在背后长自己 这么一会儿功夫 金翼好像又累了 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 眯着眼睛假眉 我温柔洋地躺在马上 我温柔洋地躺在我身上 爹和神库的探索 感谢观看